在疫情的笼罩下 许多在本地打工的马来西亚公民无法回国 改以视讯的方式拜年解乡愁 但也有人愿意支付检测和隔离费 为的就是要回家过年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这是43岁槟城人徐翠薇与一般马来西亚籍妈妈 一起相聚过年的热闹气氛 徐翠薇一般会提早回乡过年 而唯一一次没有回去是怀孕的那一年 这次又因为疫情再次无法回家 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相当幸运 比较幸运的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丈夫可以一起 有很多父母是他们跟孩子相隔 孩子在马来西亚 那么他们在这边就会更失落 失落感会更大一点 我希望这一年疫情赶快过去 大家都可以赶快回家跟家人传言 徐翠薇也已安排好拜年行程 就算在异乡过年 也希望为孩子留下美好回忆 来自罗佛奔真的刘薇芳 是新加坡永久居民 疫情关系已有快一年没回家 尽管马国正实施紧急状态和行动管制令 每人需要支付数千新元的隔离费 不过夫妇俩坚持回家过年 疫情让我们觉得真的是最重要的是和家人在一起 它真的是比什么都还重要 我最期待就是回去抱抱我的父母 妈妈她已经在准备说要准煮什么东西给我们吃 我爸爸就是他在这个lockdown的时候 自己做了一个菜园 种很多水果啊蔬菜啊 就是要等我们回去吃 刘薇芳过去两周忙着宇佳仁张罗硬结用品 享受宇佳仁的时光 做了一个菜园 切冲这个地方 strengjack 放置 是啊 怎么 是